原神须弥沙漠 四个简单的隐藏成就 第四名飞跃医院 首先我们来到活力之家的东南方向 在草神铜的位置进行下落攻击 就可以顺利的到达地洞处 打碎前面的石堆走两步 就能看到青雄人的营地 这里可以拿到一个珍贵宝箱 打开元素视野 分岔路口的右边是普通宝箱 左边是任务地点 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往左边的石洞 和刚才一样 一条走廊一个营地和宝箱 分岔路口继续悬左边 就来到了地洞出口 在洞口旁的草丛里 有一根严重磨损的锄头 鼠标点击进行交互 就获得了成就 飞越医院 之前没走的分岔路口里 还有一些零散的宝箱 每个都有原石 别忘了拿 第三名 在我诞生前 进入到魔灵病医院 往你的右边看 会看到一个破旧的柜子 开启后就会获得成就 柜子的钥匙需要你去地下的洞中寻找 往里走就可以 没有分岔路 走到第一个拐角处 拐进去 进入内部房间 就会发现黄色的调查点 调查完毕后会获得钥匙 然后再回到柜子处 拆起柜子 过完动画 即可获得隐藏成就 第二名 前踏复城 这是一个在沙漠中遭遇幻象得到的成就 很多小伙伴们在西里古书中 就完成了这个成就 比较容易触发幻象的位置 我标记在地图上了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第一名 在风中飘荡 在沙漠的地图里 有一种特殊的植物 风滚草 它会顺着风向一路打滚 你可以利用身体触碰 或者任意攻击 从而击碎风滚草 获得成就 原神 老玩家都不知道的 九个阴间宝箱 第九名 看地图标点 在望风角和望风山地中间的位置 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 往下看 会看见一个宝箱 不用慌 从上面飞下去即可 第八名 在摘星崖 崖下的沙滩上 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遥望远处 有一个小岛 宝箱就在上面 看似很近 实则非常非常远 用了很多办法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最后 还是用赠送角色 矿工头子 成功登岛 路途之艰辛 大家都懂 好在岛上有华丽宝箱 和一个风神铜 还有一个成就 也算是不需此行 第七名 在地图上的这个点位 有一根石柱子 跳上去后 拿起热果 就可以成功解锁一个宝箱 有点神奇 第六名 在英雄海滩的小岛上 有一根枯萎的树干 点击挖掘 即可挖出宝箱 第五名 传送到这个七天神像处 在飞翔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秋秋人的木头架子 靠近它 并打碎 宝箱就出来了 第四名 在桂林园的河道旁 有一个圆盘 只要放东西压住 石头那边 宝箱就会出来 第三名 奥藏山的标点处 有三只小狐狸 统统消灭掉 宝箱就出来了 又能得瘦肉 又能得宝箱 非常的不错 第二名 在绝云间和青雲岭的中间位置 有一些蛤蟆雕像 找到其中一个 一看就与众不同 点击挖掘 宝箱就出来了 我们再往下走 桥旁边的石头上 也有一只蛤蟆 点击调查 宝箱就会出现在身后 一名 在青雲岭的山顶上 靠近悬崖的位置 一直往前走 就能直接触发宝箱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nice 抓紧上线去试试吧